我们把这几件事情串起来看 然后有一个特别的时间点 因为今天是7月7号嘛 就是卢沟桥事变 是86周年 习近平呢他在昨天呢 他就开始展开到江苏的这个视察 他在这个时间点上呢 到江苏到南京 我觉得有特别的意义 然后他看两个重点 一个是东部战区 一个就是苏州什么高新科技 苏州工业园区 然后高新科技 我在想说他会 他如果说 还到了这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话呢 那就针对性更强了 那现在不知道 他会怎么样形成安排 就是说现在的中国 整个对外的形势 在军事上面的时候 这个美国呢大搞这个印太 然后呢北约呢 很快在7月11号到7月12号 要在立陶宛举行高峰会 然后北约呢要东扩 到这个印太这边来 因为你看到在这个俄罗斯 这个俄乌战争这个部分 这俄罗斯这个比想象中的弱很多 可是呢北约的这种形式 在应对 我都不出我都不用出兵了 然后在应对这个俄罗斯的方面呢 它是很有效的 所以说呢 北约呢就希望在东京呢 设一个办事处 但是呢法国反对 那法国反对的这个情形之下呢 北约呢又想出一个新点子 好那我不设这个办事处 那我呢就是跟 我要跟澳洲纽约日本韩国 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伙伴关系 纽西兰 纽西兰对 我要增强我们的伙伴关系 然后我就来这个办事处 来推进这个 那你法国是不是 就不要反对了 因为你在这个印太这个地方 你也有你的这个利益啊 虽然说你不愿意设一个办事处 好像让这个大陆呢 觉得太有针对性了 可是如果说我们是跟这四个AP4 来加强关系 那是不是可以呢 那大陆呢就要面对到的 就是在一个军事上面 你美国呢要在这个 在印太区域形成一种 结盟的形式来对抗了我 你这个俄罗斯呢 虽然它现在有点不堪一击 就感觉上好像有点 被打得稀里哗啦的 但是压死的骆驼比马大呀 我今天呢还是强化 我中俄在这个地方 海上的部分这个连结 之前的时候 中国俄罗斯跟南非 还也是这边军事联合演习啊 而且更何况呢 俄罗斯跟日本呢 还有北方四岛的问题 今天呢如果俄罗斯 被彻底击垮的话 对大陆呢就更好 正不利嘛 那另外呢在科技的部分 那叶伦到了北京了嘛 然后就在这个档口上面呢 你这个美国呢 你也是想要军事跟科技两手呢 掐死我这个中国大陆 那我现在中国大陆呢 我习近平我展现出来的态势也是 我一手盯紧这个军事 抓紧这个军事 一方面呢我也要拉我的 这个科技的部分呢 应对你这个内外在的这种威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